訪問達爾赫爾地區後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本蘇達星期三 指該地區戰爭罪和種族滅住的受害者希望將前總統巴希爾送上法庭 斯里蘭卡當局星期四試圖阻止發生環境災難 一艘載有22噸小酸和其他化學品的貨櫃船在主要港口部分沉沒 以色列反對派領袖拉皮德和其主要聯盟夥伴貝洛特宣布 在星期三晚達成協議組建新政府之後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呼籲反對阻疫政府 德加蘭附近的煉油廠大火持續到第二天消防員奮力撲滅火焰 一艘大型貨櫃船在高雄港的碼頭撞上一部高大的起衝機 將他撞到另一部起衝機之後撞入一堆貨櫃箱 事件有一人受傷